以精英汇聚注梦福地为主题的第八届海峡青年节首届闽台人才协助论坛8月16日在福州举行 在此次论坛上,共发布了2349个面向台湾引进优秀青年人才的岗位 进一步加大吸引台湾优秀青年人才来大陆实习就业的支持力度,助力海峡两岸融合发展 此次提供岗位的有包括企事业单位、院校、医院等,特别是上市公司、龙头企业、金融机构等 提供符合台湾青年人特点的工作岗位,重点招收电子、机械、教育、金融、医疗、文创等领域紧缺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 需要更多的解读跟分析跟辅导跟说明,让台湾青年能够很快的了解到 这个政策里面的一些条件跟规则跟福利的东西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们要做的不只是引进人才,让人才能够落地 落地完他能够生活得很舒服,能够这边做长期的打算 发挥他的效能,为两岸的交流跟青少年的交流啊 人才交流能够创造更多的亮点 阳光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学院院长马彦斌 长期在台湾的高校从事教学工作 四年前,他从台湾来到福建,获贫为福建省引进台湾高层次人才 活动中,马彦斌也分享了自己在大陆工作生活的点滴 最好的市场,最好的经济体,拿出了最好的职位来提供给台湾青年 具有很高的吸引力,把台湾的青年当作自己的家人 所以我认为台湾青年在面对这些好机会的时候 也要自我要求,不断地提升,以最好的能力,以最好的经验 到这里来争取最好的机会,得到最好的发展 当天,大陆用人单位与在台北分会场的台湾人才举行了线上签约仪式 记者注意到,此次发布的2349个岗位来自福建省320家企事业单位 其中,招聘博士或富高以上职称人才783位 岗位平均月薪不低于1万元人民币 台湾地区青年可登陆台路通APP,查看岗位,投递简历 主办方也希望通过系列举措,共建人才交流平台 畅通两岸人才交流渠道,引领两岸青年携手成长 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站在了全世界的平台之上了 过去呢,我们的资源配置只在960万平方公里之内 在配置我们的资源,流动性 现在呢,我们把整个全世界都可以作为我们年轻人配置我们的资源 挥洒我们的能量,发挥我们的力量的这个平台 台湾的青年他应该看好大陆 这个应该自己来走一走,看一看 看看我们的这个大陆的大好河山 给予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最接近于伟大复兴的这个非常好的机会 记者了解到,海峡青年节自2013年起已连续成功举办七届 截至目前,共吸引了两万多名两岸青年参加 其中有近万名台湾青年 百所台湾院校,百个台湾高校社团,百个台湾青年团体 正成为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 台湾青年参加人数最多的两岸青年交流平台